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們 願你注重苦能 作分 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們心像時辰 而獲得永恆不變的快樂 真理 是什麼 是萬物深深呼吸的自然法則 一切皆因緣卻而殘忧 由因緣生而消失 人生緣滅就是真理的現象 當我們無從了這幾人的法則 也就是放下解脫之事 當我們無從了這生意的法則 也就是放下解脫之事 在世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阿弥陀佛 好 请跟我合掌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佛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想到的是众生的苦 所以我们才念佛 就有点像说 你的亲人很痛苦 所以你合掌念佛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乘佛教讲悲心 我们千万不能说 我在念佛很认真 却忘了众生的苦难 念佛就没意义 只为自己而念佛 那没意义 所以我们修大乘佛教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首先念下来 意念众生苦 难忍众生苦 就是 对啦 就这样 我们现在大家来医院 我们大家都是生病很严重的 痛苦的 然后呢 不但我们痛苦 有更多的众生都在受苦 我们不是为了看女朋友来的 看男朋友来的 看有钱人来的 我们是为了观心众生苦而来的 特别我们刚刚进曼特斯特 就经过一个很大的魂墓 应该各位要观想我们现在就 坐在魂墓的中央 哎呀想了他们好痛苦 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一心念佛 所以所谓的念佛就是 不离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就是说对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我要为他们念佛 所以我自己也要跟 阿弥陀佛一样的成佛 然后将来念佛 来齐请三宝降临 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是说所有的佛教所讲的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 就是想自己吧 自私 那明明我们学佛就要脱离痛苦 所以你做什么修行 都不能想到我自己这样 你不想到我自己反而超越自己痛苦 你想到我自己你反而很痛苦 所以来我们以这样子的悲心 菩提心 专心就是空性 专心就是我现在什么都放下 赶快念佛 再两分钟火就来了 我们现场所有人都要烧死 所以你现在 事实上我们有没有 每分每秒都在被烧死 事实上是如此 因为我们的生命 每分每秒都在死亡 而且都在接近死亡 因为无常 无常就是死亡 死亡这个是世间唯一的真理 无常 所以体悟痛苦 所以我们要很认真 来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悦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悦地藏王菩萨 我为所有众生 父母祖先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精进修行 愿三宝慈悲 加持父母众生 离苦得乐 找得解脱 一下頭痛 一下牙齒 一下腰 一下腿 而且祂註定死亡 註定痛苦 那我想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這樣你才會學佛 學佛不是要追求另外一種快樂 佛教所謂的快樂 什麼叫快樂 沒有痛苦 才是快樂 如果你覺得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快樂 你要去追求 那你就是痛苦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永恆不變的 可以讓你快樂的 如果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快樂 那就不用念阿彌陀佛了 所以等一下 世間疾苦 西方疾樂 那這是學佛的基本 就是說了解苦 所以我們對這個苦 有一種出力性 不能痛苦 那為什麼會痛苦 你要講 執著就痛苦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像剛剛各位 我們來才二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 馬上蓋一個道場 OK了 等一下馬上要拆掉了 所以就是如此 世間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剛剛在坐車 司機開得很快 那我只能念佛 因為死亡來了 但是這個對我們已經 各位要養成那個習慣 你在家裡睡覺有可能會變化 無常 那這個藥一直放在心裡面 因為如果你不放在心裡面 你就會想要去抓住什麼快樂 當你在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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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兒子的媽媽 那又抱著他 又快樂了 你要抱著他是說 哎呀 我怎麼把你生下來了 好苦啊 對不對 趕快跟媽媽念佛 不要管那什麼博士不博士 因為我生下一個痛苦了 但是有些人 你就 你在學佛 你不會想這個 我要你去讀書 我要你去讀博士 我希望你結婚 你明明在念佛 你還叫他結婚 那所以這個想法就錯誤了 所以我想 什麼叫佛法 佛法就是你要把你聽聞的 這些離苦得樂方法 用在你自己跟所有生命 你自己叫處理心 所有生命叫大悲心 我一定要所有生命 就像我媽媽 爸爸 兒女 一定要他們脱離痛苦 那脱離痛苦並不是不要生病 當然 站在世間法 我們你也叫相信因果 六道輪迴 這是我們要相信的 當我們痛苦來就不要怪別人 要相信因果 當我們有福報的人也不要驕傲 這也是自己種的善因 那是也會過去的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你也叫來 受辭戒律 常行不失 當然如果你要得到 暫時的快樂 這個叫暫時的 有漏的快樂 那世間人大部分都在比這個 暫時的快樂 那你就要相信因果 情常不失 所以有時候各位你想一想 你移民到英國幹嘛 解脱 還是成佛 我知道 但是 事實上不管你到英國 到哪一個國家都一樣 苦永遠跟著我們 這個苦 佛陀說苦有兩種苦 來 身體的痛苦 心理的痛苦 就是這兩種痛苦 身體的痛苦 包括佛陀都會吧 但是佛教講的是 心理的痛苦 心理的痛苦 代表贪嗔痴 如果你沒有贪嗔痴 沒有這個我辭 那就解脱了 那所以當然 你心裡面的狀態好 身體的行為好 那當然福報就好 那像我們現在出家了 我們還要求 昨天醫生還告訴我們 師父你們漢傳佛教法師 都說你們這個身體都是臭屁了 所以你們從來不保護的 還譴責我們 這意思是說 那雖然是臭屁了 你沒有這個身體 怎麼利益眾人 那你不常受 那佛法怎麼傳下去呢 所以 要教我們 懂得 身體 能夠常受無病 那不是為了這個修行 因為 是為了佛法 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如果能夠常受無病 那就可以多結善緣 多累積之量 特別 各位 我們大家千里迢迢 在曼徹斯特有見面 不是為了任何事情 當然希望各位 健康快樂 財富好 家庭圓滿 但是呢 當然這個有福報 佛教有功德有福報 一定有幫助 但是呢 希望各位來 念下來 究竟解脫 往生淨土 早得成佛 趁遠再來 普渡眾生 因為世間苦 所以我們自己了解 世間生命的苦 所以我們要解脫 不但我們要解脫 希望所有眾生都解脫 這才是佛教的根本意義吧 釋迦牟尼佛成佛是為了眾生 而不是為了他自己 這是唯一的教法 就是希望所有眾生都離苦 但是話要講回來 你要自己脫離痛苦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大乘佛教來 幫助眾生 離開痛苦 那就是你自己離開痛苦 唯一的方法 慈悲是佛教的精髓 你幫助別人 那幫到忘了自己 那叫空性 所以釋迦牟尼佛 他類似類似用眼睛 用頭如 用身體 用血 用骨髓 用他的金錢 用他的國家 甚至用他的太太 兒子都不失了 不然他沒辦法正得佛陀的 空性的智慧 他這樣才能夠了解 智慧是什麼 智慧就是你就是我 完全無我的 然後呢 只有對方 那我們是練習 我們現在不斷地去幫助眾生 不斷地去幫助眾生 然後你就會超越你自己的痛苦 也消除自己的業障 所以佛教講說 生病怎麼辦 我們趕快去放生 你救他的命 奇蹟不可思議 對不對 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去安慰別人 照顧別人 我們心情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我出家以後啊 我以前在家算一個悲觀的人 凡事我都不太快樂 有一點鬱鬱 我不是生病 就是一種多愁善感那種 然後不覺得自己快樂 代表生命也沒力量 懂了佛法以後更是這麼想 剛開始真苦 活在世間沒有意義 那出家以後了解 了解菩提心 他知道 哇 原來自己都知識了 過去是管了自己快不快樂 所以心情不好 甚至為解脫而想修行 那是因為我媽媽得癌症很痛苦 我才想 那怎麼幫助媽媽 幫助媽媽 那當然要 要修大乘佛教 學地藏經啊 要事經啊 怎麼幫助她 那能夠幫助媽媽 自己內心 再大的痛苦 都無所謂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很 要很快速地正的解脫 空性 無我 那最好的方法 那就要去利益眾生 要有悲心 因為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我發覺現在 有很多學佛的人 他想 師父我什麼時候 可以正的空性 大手印 大圓滿 如果你為這個而追求 那只是一種驕傲 我 可以正的 但是 你的動機完全沒有關心別人 你正那個要幹嘛 因為你完全去幫助眾生 那阿迪霞尊者 祖師大德說 慈悲是正的空性最快速的方法 慈悲是內心寂靜最快樂的方法 所以天主教也這樣講 幫助窮人 才是接近上帝最快樂的方法 就像德烈莎修女一樣 他視線這種苦行 所有世界的人都尊敬他 你看 他擁抱貧窮 擁抱病苦 我們不敢接近他 他就接受他 所以全世界人都尊敬他 這一點 有時候 我們自己要想 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品質很高 但是 好像沒有把這個行為做得很好 當然我想 所以各位就要開始努力了 特別各位在英國 就像曼徹斯特假設 有一百萬 假設 大概就是我們這些人學佛吧 然後我們這些人學佛 有些人忙了 買了 蓋道場 忙得要幹嘛幹嘛 還是自己 我的道場 有時候我常講 我們華人佛教還是要檢討檢討 我說因為我華人只能給 好像寺廟是屬於華人的 是華人的宗教 是越南人的宗教 不是我們英國人的宗教 那因為我們文化的問題 所以可能我們要想辦法 特別各位 你在英國住下來 那你會講英文 也懂得他們的文化 那我想 你比我們更偉大 因為你有機會接觸他們 可以跟他們交流 藉這個機會可以 給他們佛法 所以 但是無論如何 我的想法就是說 雖然我沒辦法跟他們交流 我英文沒那麼好 但是我的悲心依然要在 在路上走路 所有功德 所有走過的路邊的人 從倫敦開車到現在 每一條路 每個環境 所走過的地方 都一直意念了三寶的力量 那個輪胎就像 歐馬里北美鳳一樣 那個風 就像功德一樣 然後呢 保持這樣子的一個悲心祈願吧 然後讓自己覺得這樣也很有意義 然後雖然開車四個多鐘頭 而且又遲到了 對不對 變化無障 但是很有意義 但是如果沒有用心在坐車上 在修行 然後你就覺得浪費時間 坐三四個鐘頭 我們這次要繞繞繞繞繞繞繞一圈 來到愛爾蘭 從愛爾蘭再坐車回倫敦 這樣 那時候我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我跟我們李志雄先生說 你跟司機先生多給一點小費 我說幹嘛 因為我希望他載我們去魂墓 那我們下魂墓至少要搞一個衝突 你小費不給 等一下給我們翻臉 這下就沒機會了 因為難得跑到這邊來 那些魂墓 是我們修悲心引好的對勁 如果他要載我們去屠宰場 那更好 醫院更好 因為那個地方我們才能 等一下 從慈悲 找到自己 自己就是佛性 佛性 佛性就是大慈大悲心 所以很多人說開悟 那個自信是什麼 什麼叫自信 一個媽媽 懷孕的時候生下小孩 她就像找到自信一樣 愛她 自己很苦啊 但是我愛她 媽媽抱著小孩的時候 她覺得她擁有世界了 那我想自信就是這個意思 自信 愛一個小孩 她就這麼快樂 你能夠愛所有眾生 那 那比何止 但百千萬億的功力 力量都大 從慈悲找到 自信的力量 佛性的力量 所以我們一直讚嘆菩提心 我這個菩提心就是一種 大慈大悲的圓滿 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是 我發覺現在因為我們是知識的時代 透過網路啊 我們很容易得到佛教的知識 然後就一直往裡面去研究啊 去鑽啊 去看 然後慢慢呢 離開了別人 離開了眾生 特別到西方社會 我有一件發覺 這邊比較講求自我範圍 比較講求個人範圍 不能侵犯他 做什麼就像我們剛剛 幾位師傅被司機罵 我們想說下車就把行李打開 不行啊 車是他的 你打開了就罵你 你要做 我在這邊告訴你 不要把我們華人的習慣到這邊 你要開燈 要去找管理員 美哀 我可以嗎 要照相也要美哀 你不能說我照你相 我給你面子 因為這個地方不一樣 文化不一樣 所以當然這邊要去講大乘佛教 就有一點困難 因為大乘佛教講的是悲心 悲心的對象就是六道眾生 所以說我到法國去演講 他們那個管理員就給我講 下面給我講 師傅意思的翻譯說 你以後千萬不能講到鬼 因為我們不相信有鬼 那我說 剛好我都在忙鬼的事情 那我就想說 他們好可憐喔 對不對 他們好可憐 我在想他們是怕鬼 還是承認沒有鬼 搞不好你們是怕鬼怕得要 是踢鬼就跑掉 我想英國大概在世界上比較出名 就是鬼多吧 英國人有一點福報 相信有鬼 聽說英國還相信有通靈的 那最好可以證明有鬼 有輪迴有來勢 對不對 因為我前世的爸爸來 因為他們給我說 英國有人相信這個 那我就告訴他們 你趕快帶我去接觸這些人 這些人啊 被騙也好 騙人也好 他相信有鬼 相信有爸爸媽媽有輪迴 這下來談佛法 可以談的啦 如果連這個都不相信的話 就沒有辦法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盡力 所以對一個 對佛法沒有辦法接觸 或深信的人 我們更要對他們深信 悲信 但是我們不能去批評 就是說 越負面的你要對他越慈悲 所以我剛剛在車上要求大家 趕快寫牌位 你想得到的都寫 所以我們從倫敦出來 從倫敦出來要上高速公路 結果那個司機看導航 那個車繞了繞了別的地方 到哪裡去 猶太倫敦 我們自行 你看吧 叫我們去都不去 你看車子就要繞 導航倒到那邊去 所以我們趕快寫牌位 猶太倫敦 因為我們這次本來要去波蘭 結果因為事情改了 沒有去奧斯維辛那個地方 但是來 法揮功德 回向所有猶太人 往生者 大戰期間 被屠殺之猶太人 猶太人所有魂目 一切眾生 同享功德 曼徹斯特 內外一切 有情孤魂 同享功德 話又講回來 你講同享功德 請問 我們給它什麼功德 那當然 來 發菩提心 是最圓滿的功德 你發菩提心 點一點水 不得了 你發菩提心 念一句阿彌陀佛 不得了 所以釋迦牟利佛說 你用黃金珠寶 供養整個地球的阿羅漢 出家人 還不如 供養一個發菩提心的菩薩 釋迦牟利佛又說 你用三大阿神奇劫的時間 去供養所有佛 所有菩薩 所有出家人 不如 布施一口饭 給流浪動物吃的功德 因為慈悲啊 慈悲的力量大於一切 那菩提心是以慈悲心為根本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慈悲心 雖然我們不能相信自己 到底有沒有發菩提心 但至少有一份那種 感受眾生苦的悲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做一個修行 就是說 你只要看到人 海鷗 鳥 你馬上內心要念一個 奉馬利便便便 奉密佛 這個叫保持正念 因為我發覺有些人說 師父我要閉關幹嘛 我要念十萬句奉密佛 我要專心念 我說我帶你去哪裡 去人最多 你看一個就念奉密佛 你看完十萬個你就完滿了 師父我要閉關 我要念十萬遍 我帶你去監獄 你就好好替他們懺悔 為什麼 我不是說念十萬遍錯 而是如果你念十萬遍 是阿拉伯數字 這樣我就可以 脫離這個階段到第二 到第三階段 那你把佛教當作學校的課程 你失去大悲心 你念了一百萬遍也沒用 所以我想 各位在這邊 那我之所以強求就是說 每一個動作都不離開 替別人想 就這樣好了 我想一個公司能夠做主管 一個政治人物能夠被歡迎 是別人感受到 你在對我好 一個醫生也好 一個賣產品的人 能夠得到對方的認同 那是因為你這個人 真的有服務的精神替我想 所以我就相信你所推廣的東西 那我們大乘佛教是以慈悲為根本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那你就要開始念習 那很多人說我不會 這個很簡單 你如何愛你媽媽的 還是如何愛你最愛的人 你以那個方法平等的 平等的去愛所有的人 跟眾生 這樣簡不簡單 簡不簡單 所以下課 就OK了沒有了 接下來要談什麼 因為佛名平等 什麼叫成佛 絕對平等 無有分別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就叫空性 生病 健康 有錢 沒錢 生 死 對我來講只是一個 暫時的存在 佛沒有這個分別 所以對他來講 輪迴是淨土 我想我們最高的目的就是 自由的輪迴 下地獄 二軌道到哪裡去幫助眾生 這個叫佛 佛千百億化身 地藏王菩薩千百億化身 乃至下地獄 因為成佛了 他就有這個平等 平等幹嘛 平等大悲 他能夠去幫助對方 但是話要講回來 幫助對方 以幫助自己做基礎 才能夠幫助對方 比如說 我自己欲望很強 以前喜歡喝酒 花天酒地 那現在呢 我掙扎過來了 而且把這個欲望斷除的過程 就像戒毒的過程很痛苦 所以我看到別人在吸毒 我會覺得 我很同情他 這個痛苦我享受過 第二個 那因為我想我已經戒毒了 他還在吸毒 我對他有悲心 所以我有方法幫他戒毒 因為我戒毒成功 所以佛教講法是說 你雖然要幫助眾生 但是你永遠不要忘記幫助自己 你能夠出離你身心輪迴的痛苦 那你就可以幫助所有眾生 出離身心輪迴的痛苦 我以前好想自殺 很痛苦啊 我終於走過來了 現在我覺得生命很快樂 我要幫助別人 那我可以幫助你 所以釋迦牟尼佛要我們去念一下 感受所有眾生痛苦 甚至融入所有眾生的痛苦 不然你沒有生命經驗 就沒有悲心 這一個痛苦就多一個悲心 兩個痛苦變兩個悲心 有無量的痛苦 這個叫什麼來 無量悲心 所以佛陀說 如果你沒有無量悲心 你再多的念佛誦 請此作修以鬼 那個都是阿拉伯而已 我們休息一職 我再寫一夜 解釋 這一個呢 我應該會有豪善 嬌